你的身边最近是不是常常有人抱怨 天气闷热好像直升在火炉之中 甚至半夜是热到睡不着觉呢 天气太热 这可不是你一个人感同身受而已 有网民还用了这样的影片来表达他们的心情 当然最近炎热的天气并不是你的错觉 泰国的超热天气已经杀到我国了 泰国许多地区的气温都超过摄氏35度甚至40度 而在这样的热天气 人体真正感受到的热度更是高达摄氏54度 根据泰国官方发布的酷热指数 这是属于非常危险的红色级别 作为邻国的大马也难逃一劫 虽然气温不至于飙升至超过摄氏40度 但闷热气温已经让北马的三个州属 玻璃市、吉打和冰城成为炎热的热点地区 滨州环境委员会主席彭文宝就表示 现在正处于季后风切换的过渡期 接着我国将在5月至7月进入西南季后风的阶段 到时候将会出现雨量减少、海洋升温 甚至迎面吹来的风都是热的 彭文宝也列出一些小peckball 提醒民众一些do and don'ts 像是要避免公开焚烧垃圾 住在高楼公寓的民众也要记得避免过度使用空调 以免为周遭的环境增加更多的热量 大马气象局网站显示 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都处在35度之下 只有在吉打有三个地区连续三天都出现 建于35至37度的高温 这些地区分别是西、古邦巴素和刮拉姆达 是逢现在炎热的天气 我国的卫生部也发布一些应对重暑的紧急方法 像是拨打999联系救伤队 将患者移至通风阴凉的地方 解开衣服等等 提醒民众不要小看众暑 可能导致死亡的影响 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也记得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也记得留守热点Hotspot 一起关注国内外的大小新闻